当你达到解脱的最终目标时,这里的每个字都会变得很明确。 但在你修持的过程当中,它也会变得越来越明确。 你们问了很多的问题,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时,不免会灰心一笑。 问问题很好,毕竟人是理性的动物。 我们做任何事都要经过理性的思考,因此问问题很好。 我们应该问问题,但是对于那些走过修行这条路的过来人而言, 这些问题看起来就好像是孩童的问题一样。 当老师告诉那些发问问题的学生,要他们进一步去修行, 他们实际修行之后,发现这些问题都自然地引刃而解了。 而这些来自你实修经验的解答,也才是真正的答案。 老师会设法回答你们的一些问题,但这些回答并不一定会令你满意。 你的理性会说,哦,不不,不是如此。 你会以这种或是那种的方式争辩。 即使现在你能满意这个回答, 谁又知道过一段时间也许几天之后, 你又想到其他什么事情,又开始怀疑了。 而又否认掉所有的解答,因此,仅仅在知识层面上得到的解答只是暂时性的。 所以,你所发问的任何的问题,要在你自己的经验当中去寻求答案, 才会是真正的解答。 而你亲自体验的答案,才会是真正不会再起疑惑的。 你怎么可能会去怀疑你所经历过的经验呢? 我以经验知道这是我的眼镜,这是我的眼镜。 我怎么可能会怀疑呢? 这是我的围巾,这是我的围巾。 怎么可能会有任何的怀疑呢? 但,如果我只是想象,因为某人说过,这是眼镜,眼镜是如此,是像这样的东西。 我只是因为某人曾经如此说过而接受它, 但我从来没见过,没有亲自见过的经验, 那么就会生起各种不同的疑惑。 但是关于法,如果你体验了,并且不断地体验, 那么即使是同样的开始,同样的话, 每一次课程你都会有新的体验。 嗯,现在我了解更多了。 哦,法就是如此。 而即使你听了一百次,你还是会有新的体验。 哦,法就是如此。 因为你的体验越来越深刻,你的了解也变得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明确了。 而,在你自己的经验中所得到的了解,才是真正的了解。 这将引导你达到不再有任何的疑惑、迷惑的境界。 在还没有达到这些境界之前,问些问题也无妨。 我手边有不少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全部的回答。 试试看吧。 在课程中,你曾提到要去觉察升起的心态。 如果你觉察到某些比较显著的心态,像称恨或是幻想等等, 接着该如何去处理这些状况呢? 可不可以举例说明? 问得好,当称心升起了,你只是继续地觉察着它。 这样说也许不容易了解,所谓觉察称心的方式, 并不是要你在心中不断地附送,称心、称心、称心。 这种不断地附送的方式,有助于你集中信念, 同时也能够有某种程度的帮助,帮助你了解到, 哦,现在我升起的称心了。 但是却遗漏了智慧,遗漏了时时车之无常,尚不佳娘。 你不用在心中附送,你只要接受, 我现在的心升起的称恨。 只要知道,现在我的心是一念称恨心,这样就好了。 而接着,你所要做的是开始观察感受。 这个时候,你在身上所体验到的任何的感受 都和你内心所起的每个念头息息相关。 称心和你身上的感受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不管你在任何的地点,当称心升起时, 并不需要从头一到脚,全身上下去观察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的感受。 你只要去感觉,去观察身上最显著的感受, 并且了知它的生灭生灭。 时时车之无常,尚不佳娘。 心中升起的称心,身体上就会有感受产生。 你就看着它是生灭生灭的现象。 同样的,其他感觉升起时, 例如恐惧、激情、自我等等, 任何负面的心态升起时, 都会伴随着某些身体上的感受。 你就只是去接受念头的实相, 并继续观察身体的感受的生灭生灭。 唯有这样,才是时时车之无常。 问,次原子粒子格拉巴从何升起? 而灭向何处呢? 有不可能从无而升吧?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必须知道它最初是如何升起的。 那么这又开始落入了仅仅是想象推测的哲学领域了。 这对我们并没有任何的帮助的。 一切的现象是从哪里开始升起的呢? 次原子粒子是从哪里开始升起的呢? 宇宙是从哪里开始升起的? 它是怎么开始的? 它是怎么样被创造出来的? 最初的物质是如何产生的? 这些物质从哪里来的? 接着问题又来了。 谁创造了这些物质? 创造者是从哪里开始着手的呢? 谁创造了这个创造者? 谁又创造了这个创造者的创造者呢? 所有的哲学就是这样开始的。 其实最主要的事情是要去观察每一分每一秒这些创造的现象都不断地在进行着。 此时此刻,事事物物都不断地在进行着创造。 次原子粒子不断地进行着创造,生灭生灭。 而由于我们对这个生灭生灭的无知,导致贪嗔的习性反应,而造成自己的痛苦。 这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 如何解除个人的痛苦,比起淡淡地去思维,它是如何生起的,从哪里生起等等的问题来的重要。 佛陀说,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当一个人成就阿罗汉之后,对所有的问题都会清楚地明了,但对于刚刚踏上修行之路的反复而言,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无关重要的。 那些和你痛苦不相干的问题,和造成你痛苦的原因不相干的问题,和灭除你的痛苦不相干的问题,和灭除你的痛苦的方法不相干的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 人的生命非常地宝贵而短暂。 然而,要在你自己的内心深处去改变旧有的习性,而达到究竟的解脱,这是一件相当艰巨的工作。 你顶多可以活到一百岁到一百二十岁,但对于你要完成如此艰巨的工作来说,仍然是很短暂的。 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钻研这些折邪的问题上。 这样做对你并没有帮助,暂时把它们放在一边,认真地修行。 以后,你所体验的实相会解答你所有的问题。 问,无明是如何开始的呢? 如果只存在着实相、慈悲、智慧和正见,就应该不会有无明共同存在吧? 是的,如果这样,无明就不会共同存在。 但是,如果你开始注意到,此刻有无明存在着,那么你最好就把无明去除,让此刻的心得到净化。 这个时候,比你去追溯无明的起源更为重要。 探讨无明的起源是没有意义的,这又变成一种哲学,没有帮助。 问,谁是雷迪大师的老师呢? 历史上并没有记录下来。 但雷迪大师说,他在缅甸的曼德勒,从某位出家众那里学到了这个方法。 我们并不知道所有传承者的名字。 但在雷迪大师之前,这个方法早就存在了。 问,佛陀曾在印度以外的地方,在缅甸教化过吗? 并没有证据证明此事。 佛陀旨在北印度恒河和耶姆纳河流域教化。 问,一个众生,如果还带有仍然会出生的业, 有没有机会由他自己选择出生的环境呢? 或者,就完全由过去所造的业来决定呢? 是的,没错。 就是由过去的业来决定。 不管你过去曾经造过什么业, 比如说,造了堕落恶道的业, 在临终时,这其中出谋的恶业就会陷起。 当这个就业在心中陷起时, 这是最后一个信念。 这个信念所产生出来的振动频率会与某一界的频率相应, 而使人出生于这一个界。 不过一个人可以借由修内观而摆脱这些旧业的束缚。 虽然在临终时,那些会令人堕落恶道的恶业仍然存在, 但由于修内观,这个内观的振动念力会是相当的强烈。 而在临终时献起, 接着和一个能继续修行内观的生命相应。 这种最后的振动念力不会让你出生在一个无法修行内观的生命, 而这就是自然的法则, 随着你自己所产生的最后一念的振动频率, 而与某一界的频率相应。 因此,以这样来说, 你可以说你能自由地选择, 不过你只是能够选择不出生二道。 仅止于此。 而以另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你不修持内观的话, 你是别无选择的。 某些业会陷起而将你牵引到更深的痛苦当中。 问。 如果达到涅槃的结果是身体的死亡, 那么为什么要为了死亡而修行呢? 如果你达到涅槃, 这个疑惑自然就会引刃而解。 涅槃不是断灭, 死亡的艺术是一种美的艺术。 你正在学习一种死亡的艺术, 而这也会同时教导你生活的艺术。 内观会教导你生活的艺术, 你可以达到你所谓死亡的这种境界。 即使是这辈子, 如果你体验了涅槃的境界, 这时候六根不起作用的, 它只是一种像死亡的状态, 但是你内心却是完全清醒的境界。 而这种涅槃的体验, 也只有在你知道如何正确地生活之后, 才可能经验到的。 生活的艺术是去除习性反应的夜席, 是去除不净烦恼, 而给予你完全健康的生命。 因此, 生活的艺术和死亡的艺术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不要因此而恐惧。 问, 成为一个解脱的人之后, 如果他不再出生, 那么他要住在哪里呢? 这些问题早已经有弟子们, 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佛陀发问过, 阿罗汉死后会怎么样呢? 告诉我们吧, 如果我们不知道成为阿罗汉, 以及阿罗汉死后会怎么样的话, 成为阿罗汉又有什么用呢? 阿罗汉死后的情况, 已经在这辈子就由他自己经历过了, 因为他在生前经历了第四次的涅槃, 成就阿罗汉果实, 当时他就经历了死后入灭的情况, 因此他知道, 哦, 这是究竟的涅槃, 而死后也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这种经验是无法解释的, 没有人能够解释这种经验, 因为这是一种超越身心, 超越整个感官范畴的经验, 你无法用感官去表达超越感官的经验, 一个原本只知道三度空间现象的人, 突然经历了四度空间的现象, 他如何能够向人解释四度空间是什么呢? 而其他的人又怎么可能了解四度空间呢? 同样的, 涅槃的体验是无法用言语文字来形容的, 这的确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 你可以经由修持内观而经验它, 就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 你会体验涅槃的境界, 然后你就会完全地确信, 死后的状况如何, 和成就阿罗汉之后是怎么样的状况了? 问, 这个我是不存在的, 只是一个错觉, 那么一个不存在的失误怎么会不断地轮回呢? 没有一个实在的失误在不断地轮回, 只是身心之流不断地相续着, 而业力, 三喀拉, 是这股推动的力量, 每个生命在每一叉挪间, 都是业的力量在推动着, 行, 元, 式, 这就是说, 一个行运, 也就是一个业力, 三喀拉, 会造成下一叉挪, 式运的升起, 像这样行, 元, 式, 行, 元, 式, 不断地作用着, 在临终时, 深而强猛的业力, 起了推动力, 而后在别处配合其他的身体升起, 因此, 身心只是一股身心之流, 在你完全根除你的三喀拉业力之前, 一股不断相续的身心之流, 问, 一个已经结婚的人, 他觉悟之后还会生小孩吗? 如果你觉悟了, 这个问题就会得到解答, 为什么要担心这个问题呢? 只要你走在这条路上, 性欲的冲动自然会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以至于消失, 而没有性欲的生活, 你还是会感觉到很满足, 很快乐, 不会有生小孩的问题, 因此, 希望你能达到这个阶段, 到那时候这些问题自然会得到答案。 问, 我们向来就知道, 每个结果会这样发生, 必然有它的原因。 如果是这样的话, 身心世界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 无明和行, 因为无明, 所以我们不断地造作习性的反应, 并且由于这些盲目的习性反应, 而又增长了我们的无明, 这两者互为因果, 而整个宇宙就是因此而生, 没有其他的原因了。 问, 十波罗蜜之间有没有先后的顺序, 或者每个波罗蜜有他自己独特的功德, 可以不可以按照顺序来说呢? 不管任何方式, 只要你增长你的波罗蜜, 这比这个顺序或是那个顺序都来得重要, 顺序是无关紧要的。 问, 如果一个完全解脱的人超越了生死的轮回而达到无我, 那么这个人是否死后就完全地断灭了呢? 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 一个完全解脱的人死后是什么状况, 他自己在生前就已经经历过了。 问, 那一关的石修已经非常普遍地传播开来了, 那么现在可以找到虚头汗、阿纳汗或是阿罗汉吗? 非常普遍地传播开来, 并没有啊, 这只是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而已, 哪里有普遍地传播开来呢? 几十亿的人口, 有多少人开始修了呢? 而那些开始修的人, 也只不过是在初学的阶段, 然而是有一些人已经体验了较深的阶段, 但是非常的少。 问, 问这个问题不是要故意冒犯的, 请问, 格印卡, 你觉悟了吗? 经由内观的修行, 你已经达到了究竟解脱最高的阶段了吗? 如果没有, 你知道其他人有谁已经达到这个阶段了呢? 有一件事情非常的清楚, 我并不是阿罗汉, 我不是佛, 但是, 我已经在成为圆满觉悟者的这条道路上, 这是毋庸置疑的。 从这个内观的方法, 我已经进入了某些的领域, 并且获得了很多的利益, 跟我刚开始修行时比较起来, 我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 而且有件事情, 我可以稍微肯定的是, 在这条道路上, 我是比你多走了几步路,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能教你。 走吧, 走吧, 努力地走在这条道路上吧, 达到最终的目标吧, 这比你检查你的老师是否成就阿罗汉要来得重要。 问, 你常提到的这个传承是以感受为根本和基础, 这个传承是不是有它自己的名字呢? 哪些人是这个传承的祖师呢? 是的, 有些人也曾经问到过关于雷迪大师的这件事情, 他是我们所知道历史上确实有记载的人物, 在雷迪大师之前并没有留下任何祖师的名字, 但是这个重视感受的传承是一直存在的。 有许多雷迪大师的学生开始修持这个方法, 其中有一些也成为老师而开始传授这个技巧。 他们也是特别的重视感受。 在这些老师当中, 其中有一位, 又传授了许多的学生。 在这些学生之中, 又有人开始传授这个方法, 其中一位是乌巴庆老师, 也是重视感受。 乌巴庆老师又有许多的学生, 其中有些也在开始教授学生, 有一位现在就在这里教, 他也强调感受, 因此这个传承强调受身体的感受。 问, 那么关于唱颂呢? 是的, 请了解, 唱颂应该由老师来做, 而不是学生。 学生在这个阶段并不被教导如何来唱颂, 而是在一个非常高的层次才能学习。 现在对学生而言, 唱颂只是一种仪式或是典礼而已。 学生的工作并不是唱颂, 学生所应该做的是实修, 观察, 不断地观察。 老师有某些职责, 其中的一项职责是, 在学生用功的地方, 营造好的波动, 好的振动频率的气氛, 因此外来不好的振动频率, 就无法干扰而造成任何的麻烦。 于是这种所营造出来的好的振动频率, 形成某种的保护作用。 只是唱颂并不能产生好的振动频率, 重要的是, 要知道如何去唱颂。 如果某个人唱颂的只像是一种典礼或是仪式, 无法产生好的振动频率, 这样的唱颂就只是一种仪式或是典礼, 只不过是一种宗教仪式罢了。 学生要达到某种程度之后, 有的就可以开始学习唱颂。 如何唱颂呢? 有的人认为, 唱颂的学习看起来就像幼稚园的课程一样, 那么的简单。 学一点巴黎文来唱颂, 或者用自己的语言来唱颂, 但这并不是正法唱颂的方式。 实际上, 唱颂时, 你必须去觉察感受, 实时测制无常, 并在每个字与每个字之间停顿的时候, 非常清楚地觉知各种感受, 无常, 无常生命的现象。 然后接着下一个字, 下一个停顿, 下一个字, 如此地散播振动的频率, 营造正法的气氛, 这要在更高的层次才做得到。 这就是为什么学生不可以唱颂, 唯有他们达到某种程度之后, 才可以学习如何唱颂。 那么这样的唱颂, 就不再只是一种典礼或是仪式。 于是, 它成为禅修的一部分, 也就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都能够具足实时测制无常, 生不佳娘。 问, 请问格因卡老师, 当我们说, 愿一切众生快乐, 如果众生是无我的, 那么谁是来散播慈悲心, 领受慈悲心呢? 不是我又是谁呢? 是的, 有表面的实相和究竟的实相。 当我们秀内观时, 是从表面的实相深入到究竟的实相, 但是当我们深入最究竟的实相时, 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忘掉了所有表面的实相。 表面的实相仍然是表面的实相, 这面墙壁的表面实相, 它是这么的坚固, 我们的头的表面的实相也是一样, 它是如此的坚固, 但这面墙的究竟的实相, 它只是一些波动, 只是一些波动, 别无他物。 而我的头的究竟实相也是波动, 那么让这些波动去穿越那些波动吧, 拿我的头去撞墙壁, 我还是会撞破头的。 佛陀要你清楚地认知这两项实相, 表面的实相和究竟的实相。 究竟的实相是没有众生, 但当你修行时, 你还是要行善而避免造恶行。 每次当你造恶业时, 厌恶、称恨、恶念、称恨的时候, 你是在伤害自己, 但是你不但不造恶, 而且散布慈悲心、爱心、慈悲、善念, 你就开始帮助你自己了, 这是让你的心越来越好的方法, 深入地去体会究竟的实相, 你会明白这两者, 什么是表面的实相, 什么是究竟的实相。 那么,你应当修持任何可以帮助你 达到究竟解脱的方法, 慈悲心的修法可以帮你达到究竟的解脱。 问,看起来你对经文的诠释 并非按照字面的意思翻译, 你怎么知道你的诠释是正确的, 是佛陀所指的意思呢? 很好,我们可以发现 每个人对佛陀开示的诠释 都有所不同。 在这里,我们不是要和他们来争辩。 因为巴黎文是25世纪以前的语言, 某些文字的意思都改变了。 即使文字的意思没有变, 解释佛经的人也无法知道佛陀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因为佛陀是透过他自己的经验讲出这些经文, 如果我自己没有这些经验, 我也无法了解他所说的意思。 另外有一个困难是, 这25世纪以来, 巴黎文当中, 通常同一个智慧又增加了很多不同的意思, 也造成了很多的混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发现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另外一点是, 因为有些人并没有修过内观 Vipassana, 就开始解释佛经, 所以会造成这么多的佛经的解释。 不幸者是, 大多数解释佛经的人并没有去修过佛陀所教导的方法。 上面所说的, 并不是在指着他们, 如果你实际修行过,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开始明白, 啊, 因为我透过实修, 透过自己的体验, 所以我知道佛陀所说的真正的意思, 就是如此。 而且在佛陀死后大约1000到1500年之间, 出现了很多的论点, 很多的注解。 根据我们所做的研究, 真正的内观在印度保有它纯净风貌大约只有500年的时间。 因此, 当时所写下的这些注解就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当然, 有更早期的注解, 但在印度本地都失传了, 只能在斯里兰卡找到翻译成西兰语的版本。 有些人从印度到斯里兰卡, 将这些注解再翻成巴黎文, 但是这些译者又加上了自己的诠释。 不过, 这些人翻译的这些注解还是非常有用, 因为在很多的地方, 他们清楚地化解了许多文字上的疑点, 又因为有很多的字, 在后来被赋予许多的类似的意思而变得不清楚。 而透过这些译者, 我们却可以了解某些字当时的意思是如此, 是这样或是那种意思, 像这一点就非常的好。 并且, 这些注解也能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印度社会的种种的概况, 像社会的情形, 政治, 教育, 文化, 宗教, 折邪的种种情况等等。 林林种种的事件都被这些注解弄清楚了, 他们非常的有用, 但是, 有时候当我们的经验是如此而注解上讲的却是那样, 这之间就有所差异时, 我们就必须直接去找佛陀所讲的经文了, 我们必须从佛陀的经典当中去看看。 对于同一件事, 佛陀是怎么讲的? 我们翻阅这些经典, 发现某些直接由佛陀自己所说的是这么的清楚。 而我们也不用去指责注解的内容, 只是去接受佛陀所讲的就好了。 这就是彼此差异的情况, 但也许我们的经验才是佛陀所说的真正的意思。 像谈到Vedana这个字, 在某一个宗派, 他们说Vedana是指心中的感受, 以他们自己的说法而言是相当正确的, 因为心中的感受是心的四个运当中的一个。 Vedana是心的四个运之一, 所以修观受念注时, 所缘是心中的感受。 但是当你深入的研究经典时, 你会发现, 佛陀已经明白了解释, 当他谈到Sukha Vedana时, 是指身体上的热受。 谈到Dukha Vedana时, 是指身体上的苦受。 当他谈到Sukha Vedana时, 是指心中的喜受。 谈到Domha Vedana时, 是指心中的忧受。 而在这里, 这四个念注的教导当中, 他只用到Sukha Vedana和Dukha Vedana, 身体上的热受和苦受, 而且不断地重复。 很多地方他谈到Vedana, 它是指身体的感受。 这些感受是如何在身体上升起, 又是如何在身体上面去的。 像这样的不同的说法是存在的。 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佛经的字意时, 我们发现到经文的解释 和我们的经验是相吻合的。 像Sambujano这个字, 也已经造成了很多的混淆。 这个字被翻译成各种的文字, 而英文翻从Clear Comprehension, 清楚地了解。 是什么清楚地了解呢? 清楚了解什么东西呢? 如果某人正在走时, 就清楚地了解现在正在走, 那么这个人只清楚地了解到走而已, 这只是Sati觉知, 并没有Sambujano实时撤之无常。 而佛陀提到Sambujano这个字, 是指, 用智慧, 正确的智慧, 完整的智慧, 去了知本来的面目。 而智慧就是撤之自然生灭的法则, 就是无常、苦、无我, 这三法印当中的任何的一个。 同时, 我们查阅经典, 我们也发现, 佛陀对Sambujano的解释是, 你观察感受, 你感觉到感受的升起, 感受的灭去, 这就是实时撤之无常, Sambujano。 因此, 如果你漏掉了Vedana, 漏掉了身上的感受, 而你只是注意到走、走、 吃、吃, 这对初学的阶段是很好的开始。 但就像我所说的, 如果只是说阳、阳、阳, 而不去了知这是无常, 甚至连在知识的层面上, 也不了解这是无常, 至少对刚开始修, 这还好, 但是, 究竟来说, 它却必须要能够引导我们 达到体验无常生灭的阶段。 观察这个阳, 是生灭的现象才行。 这就是实时撤之无常, Sambujano。 如果没有实时撤之无常, 要达到这个阶段就会有困难。 又像 有人翻译, 将注意力放在前面, 这种翻译造成极大的混淆。 将注意力放在前面, 我们坐下来开始观想自己的注意力 在前面、外面、在身体之外, 就像有人从外面看着这个身体。 这样说的话, 整个技巧都被扭曲了, 重要的部分都遗漏了。 佛陀是要你观察色身当中的实相, 在感受当中去观察感受, 在身体当中去观察身体, 而不是从外面观察。 所以, 对经典的诠释因人而异, 但是我们要以佛陀的话为依据。 如果我们的经验和别的宗派所相信的, 或是和诸解中所写的内容有差异时, 直接去看佛陀所说的话, 在经典当中找到答案。 这就是为什么要成立内观研究所, 研究佛陀所讲过的经典, 利用现代的工具, 用电脑和其他设备, 这对寻找某一个特别的字很有用。 电脑会告诉我们, 这个字在这个或是那个等等的经文当中都有。 藏经中有一大堆资料, 四五十册的经典, 每册三四百页。 因此, 如果要靠我们去阅读过所有的藏经, 并且记得哪里出现过Vedana这个字, 佛陀在哪里提过Vedana这个字, 实在不容易。 而现在电脑能帮助我们找到这些经文, 让我们明了佛陀是怎么用Vedana这个字, 怎么用Sambujano这个字, 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会有一些差异存在。 虽然有这些的差异, 但并不会困扰我们。 我们并不坚持也不执着我所说的就是事实,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别的。 我现在所说的话是我所体验的, 和我直接由佛陀的话当中所了解到的。 同样的这些话, 我这个传承的老师们也都说过, 而且我发现所有这些老师, 他们都成就了极高的果证, 而他们也是透过自己的体验而了解的。 我也是透过自身的体验而了解, 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也正透过他们的自身的体验来了解相同的事情。 因此, 对于我们目前所教的, 是按照佛陀的方法而正确无误, 我们是非常深具信心的。 如果还有任何的疑问, 我要奉献各位实修, 只有实修能去除所有的疑问,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如果这个方法不适合你, 不适合你的思维、理念, 那么把它放在一边, 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不过,你要用该法去实现最终的目标, 而不要混杂修法, 不要一下子修这个, 一下子修那个, 不要继续到处乱跑。 但是, 如果你发现这是一个可以带给你好的结果的方法, 那么就继续用功, 不断地深入深入, 然后所有的问题都会引刃而解。 一个好的禅修者, 即使只学习到一些巴黎文, 但是, 总有一天, 当他开始阅读佛经原文时, 必定会体验到佛经的内容变得很清楚, 很明确, 就好像佛陀直接对他讲一样, 就好像佛陀对他说, 你最好这样修, 不是像那样, 而是要这样, 内容变得如此的清晰, 所有经文都会变得很明确, 唯有实修, 才能清楚经文的内容, 而不是透过争执, 辩论, 或只是不必要的知识上的理解, 这些都无法, 但最重要的还是你的体证, 你来参加像这样四念珠的课程, 并不只是来听听佛陀的经典, 不只是来听某一个老师对于经典所做的特别的诠释而已, 而是要去体验它, 你已经开始体验了, 你已经参加过三次以上的十日禅秀课程, 所以你今天才会来参加这个课程, 而且现在你继续地深入, 见识地深入, 因此佛陀所教导的内容也变得很清晰了, 在你的经验的层次上, 自然的法则变得很清楚, 因此你能够从所有的Sankara习性反应当中解脱出来, 因此你能够开始在自身当中体验真正的解脱, 而达到究竟的目标, 究竟的解脱, 涅槃, 你们都已经开始走上这条道路, 这条正确的道路, 都已经开始正确地走, 朝着正确的方向, 虽然这条路非常的漫长, 但没关系, 在漫长的路也是由踏上第一步开始的, 你们已经踏上了第一步, 你们已经踏上了第二步, 再来是一步接着一步, 你必定会达到最终的目标, 愿你们都已经步上解脱之道, 愿你们都能达到最终的目标, 愿你们都能享有真正的解脱快乐, 真正的解脱的安详, 真正的安详,